一顆顆剛出爐的蛋黃酥 油亮又金黃 這是高品店的搶手人氣商品 但供應卻是賣完不補 主因是鴨蛋供貨近期不穩定 導致產量減少約兩成 最多的話是缺少約兩成 應該是說 如果進貨量多我們就多做 如果進貨量少的話就少做 業者透露從年後開始 鴨蛋的進貨價格成本從七塊 現在已經漲到九塊 目前只能有多少做多少 暫時還沒有調漲打算 好幾顆蛋黃酥裝盒擺在架上 這家人氣高品店也有同樣狀況 常用的鴨蛋過年前進貨一顆八塊 現在就要十塊 雖然供貨短期還充足 不過要是變常態 恐怕也會調漲價格 我們的鴨蛋通常都是供給 給人家工業的 現在吃雞蛋吃不到 現在從鴨蛋來 雞蛋荒帶動鴨蛋被搶買 產地價大漲三元來到四十八塊 歷史新高 約有三分之一的加工鴨蛋 轉到生鮮市場 清明節後鴨蛋恐會大缺 目前將會調節供應量 否則會嚴重影響到端午節擋期 暫時會中指偉三春旗 台北報導